一片黑漆漆的手术房 医护员高举手电筒照明 受大规模停电影响 基辅如今连医院都得摸黑开刀 由于这是一场生死交关的心脏手术 尽管客难医疗团还是决定动刀 幸好结果顺利 但不止停电 现在基辅多地也面临缺水的问题 民众因此得在冰天雪地中 到指定地点排队取水 根据预报 基辅这一个礼拜 人将维持在零下左右的低温 NASA另外公布最新卫星照 显示乌克兰上空几乎一片黑暗 停电情况似乎比想象严重 中文字经代理 对于乌克兰民众的苦难 俄罗斯再度撇得一干而净 俄罗斯总统普钦23号出席 在亚美尼亚召开的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峰会 没想到却被发现拍大合照时 像是被其他成员刻意保持距离 亚美尼亚会后甚至拒签文件 普钦当下气到衰笔 让在场的白俄总统看到傻眼 相关影片曝光掀起热议 旧别新闻 作伙报道 国际教练还要关心的是 土耳其伊斯坦堡先前疑似 遭到库德族的炸弹攻击 所以他们开始去炮轰 叙利亚的北部来作为报复 但是要先请教例如 对于双方的冲突 难道这只是序幕吗 好 没错 跟采燕说的一样 这恐怕只是序幕 因为土耳其现在放话说 可能会从空袭扩大到地面的攻击 我们就来看到 这冲突地点就发生在 土耳其跟士利亚 还有伊拉克边界的地方 那也就是在11月13号 土耳其伊斯坦堡先发生了 市中心的爆炸案 那土耳其认为 是库德族武装分子所为 所以很快在11月20号 就透过了爪剑空中军事行动 空袭包括士利亚 还有伊拉克的北部 那么现在自由报跟报导说 可能在12月过后 土耳其还会扩大行动 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可能从空袭扩大到地面的攻击 那么就来看到这个 土耳其的总统艾尔段 他也说了 除了空袭 他也证实 可能很快就会展开 所谓的地面作战 那此话一出 美国国防部也呼吁 土耳其要克制 因为美国国防部说 土耳其的军事行动 可能会危害美军 在当地打击ISIS的一些行动 因为现在大约是有 900名的美军 部署在叙利亚 所以土耳其的一举一动 其实未来有没有可能 扩大成地面行动 对美国来说也是有所影响的 还要来关心的是 受到疫情的影响 导致世界各国 麻疹疫苗的接种率持续下降 连世卫组织都开始发出警告了 所以继续请教 例如 是不是现在麻疹的死亡率 也变得更高了呢 好 没错 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的期间 其实麻疹的患者 也是增加了非常多 所以你看到世卫组织还说 麻疹现在似乎成了 全球的迫切威胁 主要原因是在疫情期间 大家都记得要去打新冠疫苗 但是就忽略了常规疫苗 其中包括了麻疹疫苗 所以在去年 有将近4000万名儿童 错过了麻疹疫苗 这个数字创下了历史新高 而且全球至少22个国家 大规模的爆发 导致900万人感染 还有12.8万人是不幸的死亡 那么世卫的总干事谭德塞尔 他也坦言了 就是因为新冠疫情打乱了 常规的免疫计划 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记得 去接种麻疹疫苗 不过在常新冠的治疗上面 到处传出了一些好消息 现在美国已经展开了临床试验 要用Pasolovic来治疗常新冠 总共找了200名的患者 出现症状时间大概是超过3个月 而且后续会对他们追踪4.5个月 那我们讲到常新冠的症状 其包括像疲倦 细喘 头痛 胸痛 关节疼痛等等 那未来要是这个Pasolovic的临床试验成功的话 就会造福很多常新冠的患者 而讲到疫情 想不到在大陆有民众感当众大喊 不自由勿宁死 这个人被封为超人哥 他之所以生气是因为不满大陆清零 长期封控 还因此被公安锁猴 抗议清零封控乱象 背着超人符号背包的重庆男子 大白天在街头高喊要自由 这个才贵不贵 有没有勇气出去打几次男球 男子通听物价飙涨 出行受限 每一项指控都获得现场群众响应支持 当地政府通报数据显示 11月1号到24号 重庆累计感染者超过5.9万例 多区实施封管措施 眼看聚集民众越来越多 早就在场戒备的重庆公安 锁猴要将男子带走 但遭到大批民众阻止 重庆男抗议画面在推特曝光后 在微博掀起热议 网友封他为重庆超人哥 还制作卡通图像留言力挺 希望超人哥平安 社会需要这样的人 看到大家抢人那一刻忍不住哭了 勇敢没有被辜负 各地多点超人哥 大陆疫情反扑 民众不满严格的 清零防疫情绪跟着飙升 广州官方证实 本轮疫情已经查处 148起民众违规聚集 冲出管控区的案件 还有来关心的是 亚马逊宣布他们要跨走影视业了 可是例如 亚马逊不是做电商的吗 他们如果拍电影 打算花多少钱 这个花了钱 其实这金额还蛮多 他们是拟定了一年 要砸300多亿元来拍任限片 我们知道其实传统电影院 过去必须放映的是原创电影 而且发行时间比较短 放映的听数也比较少 所以近年来就受到了 这个串流媒体的严重打击 现在亚马逊喊话说 未来计划每一年要砸超过 308亿元台币 制作电影在电影院来上映 这个也是对电影院做出最大承诺 目前的这个串流媒体公司 就是亚马逊 好我们来看一下亚马逊相关的计划 其实他们现在 有这个熟悉相关计划的人也透露 虽然目前还在梳理整体的战略 但是已经有一个大略的目标了 也就是亚马逊未来计划 每一年要有这个12到15部的院线片 在传统的电影院上映 那当然这消息一出就让这个 美国电影院的业者是非常振奋 所以股价也在隔天大肆的上涨 包括了AMC的隔天的股价上涨了7.9% 而Cine Mark则是上涨了7.6% 所以可以看出来 亚马逊这计划对电影院的行情 可以说是注入了非常多的懂能 不知道会拍有关足球的电影呢 这届世俗赛在卡达举行嘛 中东国家也积极地发展他们的航太业 说阿博联合大公国下个礼拜要前进月球 谨慎安装卫星零件准备上太空 设计这款太空装置的不是美俄两大太空强国 而是跨足航太产业才十多年的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伟在杜拜的拉西德航天中心在2006年才成立 比起欧美日本等国家脚步明显晚了很多 但没有阻挡中东石油大国对太空的野心 还成立太空人培训中心 2019年诞生第一位成功登上国际太空站的阿联太空人 阿联紧接着在2020年展开火星探测计划 希望耗探测器成功升空 这个月底第一辆月球探测车 也准备跟着SpaceX的猎鹰9号发射 预计明年就能登陆月球 探测车从研发到测试都在拉西德航天中心完成 除了这些大型的探测任务 拉西德航天中心主要还是针对地球展开卫星观测 在控制室当中所有卫星数据也能一览无遗 协助气象预报还有监控碳排放量 7月份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政府 也宣布拨款244亿台币展开全新的太空计划 阿联这几年不只是积极开发商业以及现代化 在航太上也积极成为中东地区的佼佼者 要在化石燃料转型之际 寻找到未来能维持长远发展的炼金产业 纪别新闻 终活报道 Blue是小鸟飞出来的 钱是小鸟钓回来的 Lipo Bird不需要一个老头杀手 但是是因为不了解他 在Lipo Bird介绍里面 他是我最勤劳的永远第一名 就是李美金 人生一到平静 就会想做一些傻事 最早的分手就是抽版